第14题 阿辉使用右图的轮轴装置 吊起60公斤重的物体 其中轮半径为轴半径的两倍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不考虑绳的重量与摩擦力 我们知道 所有的简单机械可以省时 可以省力 但是绝对不会省工 所以逼说 它方式可以轮轴可以省工是错的 我们也晓得轮轴的 观念里面的keyword就是 轮转一圈 轴也会转一圈 所以c说 当轮转一圈 轴会转两圈 也是错的 那因为呢 轮转一圈 轴转一圈 轮半径呢 是轴半径的两倍 所以呢 所以轮所走的周长 就会是轴所走周长的两倍 所以当我们的轮上实力 拉下25公分的时候 它轴上应该只有一半 是25分除以12 它只有上升这么多公分 12.5公分 所以呢 诸选项说 当绳子下拉25公分 它会上升50公分 也是错的 那么我们的轮轴的公式叫做 轮半径乘以轮实力 等于轴半径乘以轴实力 因为呢 轮半径比较大 所以轮上实力就会比较小 所以表示在轮上实力是可以省力的 所以A说 此方式使用轮轴可以省力是对的 所以第十四例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呢 选择是A 以此方式使用轮轴可以省力 至于 我们下期再见